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新年好 今年也非常的稀有难得 这个我是印联合国在日本岗山召开的圣年教育永续的会议 除夕那天到日本 今年是在日本过我们的中国年 参加这个会议 看到这边的 日本的这些同人们 他们对于和平 非常的可爱 总是尽心尽力的 希望 这个社会怎样能够落实 干定 世界能够落实 和平 参加会议的人虽然不多 但是来自许多不同国家地区 这些人 现在所说的都是好人 讨论很多 可是 怎样落实呢 这是一个问题 去年七月 我参加曼谷的联合国的和平会议 我的感福很深 世界 动乱 频率 一年比一年高 灾害 一年比一年严重 如何能落实呢 这是人心 一年的回转 他要是转不过来 就永远不能落实 所以这个问题 非常困难 谁能够放弃自私自利 动乱的根源 是从自私自利来的 不能够放弃自私自利 不能够念念为社会 为一切众生 复职 作响 这个会议 就无法落实 不但是社会一般人士 包括世间所有宗教 无不如是 宗教 摔墨 这是大家有谋共同 不但佛教摔了 道教摔了 在中国 儒教也摔了 在细细观察 全世界 哪一个宗教 都不例外 宗教的形式 还保存着 宗教的甚至 已经看不到了 那么诸位在台湾 都知道 佛教 每一个道场 每一个寺院 不团结 同样是一家 也不团结 甚至 同在一个寺庙里面 注重人多了 还分派系 中国古人长江 家伙万事兴 两个人住在一个庙里头 就斗争 就不好 佛法怎么会兴旺呢 佛教如是 其他宗教也不例外 所以这个叫乱世 大乱之世 有史以来 从来未有过的 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教育造成 也就是 我们疏忽了教育 这不单是我们这一代 我们的上一代 我们再上一代 至少可以追溯到 三代四代 疏忽了教育 中国 祖先们 对于这桩事情 了解得很清楚 很透彻 中国古圣先行 教育后人 从历史上来说 至少可以追溯到 五千年 有文字记载 有文字记载 姚顺 这有文字记载 姚顺 距离我们现在 有四千五百年 所以中国古人 没有不重视教育 汉朝开国的时候 国家的政策 八个字 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 所以中国用什么 来治国呢 用教育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完全用教育 所以 有两千多年 同意 没有分裂 这是连外国人 都赞叹的 我们今天 在日本这个地方 谈起 英国的 汤恩比波斯 跟日本的 这个池田大祖 他的谈话 记录 我们在台湾 看到中文的译本 汤恩比 就非常赞叹中国 认为 真正能影响 二十一世纪 是中国 是中国 这个话 我们要记住 不是中国的政治 不是中国的武力 也不是中国经济 科技 不是中国的文化 谁能够奉行 中国文化 谁能够发扬 中国文化 谁就能领导世界 他是从历史的眼光 做这个判断 那中国文化 是什么呢 就是 能离道德 能离 是教人 人与人的关系 现在人不懂 不知道 人与人的关系 就乱了 人与 是道 奉行 人与 是德 我在最近 这几年来 讲到德 什么是道 什么是德 这个一般人 讲道的 讲得很学 我们不容易听得懂 我讲得很简单 道 就是大自然 运作的法则 随胜自然 法则 这就叫德 如果违背了 灾难就来了 我常常 提醒同学们 道在哪里呢 道就在我们身上 你细心去观察 我们的身体 这身体是自然生成的 父母 生下这个儿女 生下小孩 并没有意思 要小孩 应该怎样怎样 要小孩长三个眼睛 要小孩长三个耳朵 没有没有这个意思 顺其自然 这个自然的 法则 这是道 最天然的 没有加一点意思 在里头 加一点意思 在里面 道就破坏了 这圣人教导我们 道在人文里面 发端于夫妇 所以夫妇的集合 是自然的现象 这是道 有夫妇 而后有父子 有兄弟 有君臣 有朋友 这是把人文 就说尽 不外乎这五大类眼 这个是道 所以道之根 在孝亲 在尊私 那么中国人将得 孝体重心 离异廉耻 仁爱和平 这十二个字 都是哪个人 发明的 不是哪个人 创立的 是自自然然的 这八个字 是每一个人的 天性 没有一个人 不具足 为什么到后来 你忘掉了 你迷失了自信 这佛家常讲的 把你自己原本 完美的信德 统统忘掉了 你的思想行为 与你的信德的时候 完全相违背 那灾害就来了 那我们看看 今天社会 伦理道德 你拿着一对照 习心动念 言语造作 与这个完全相反 180度的相反 这个世界 怎么会不乱 最严重的灾难 西方人所讲的 世界末日 我们也曾经看 许许多多 古老的 中国外国的语言 说世界末日 就在先前 前年 我在新加坡 新加坡 有一位神学院院长 他很感慨地 说了一句话 他说世界末日 明明是1999年 2000年 怎么会没有了 奇怪啊 没错 确确实实 是在2000年 2000年 为什么没发生呢 因为2000年 这个语言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99年 在2000年 这段时间 全世界的宗教徒 天天都在祈祷 这个祈祷产生了效果 不是没有原因 所以这个灾难呢 解缓了 延迟了 不是没有了 延迟了 如果我们能保持 这种真诚心祈祷的时候 永远不间断 这个灾难可能就化解了 就没有了 但是 这两年过去了 大家都说 这是迷信了 哪有这种事情 那不是平平安安安过去了 于是 这个造作罪业是变本加厉 比以前更厉害 更严重 这就没法子了 这个是我们自己要想的 所以许多同修来问我 我告诉大家 不要怕灾难 人有生必定有死 生死是道 这是自然现象 佛在经上讲的 有情众生 有生老病死 无情的众生 有生住一命 连星球都有沉住坏空 这是自然现象 这是道 佛讲的 佛讲的 这个现象 什么原因 维系它呢 佛说是业力 众生的业力 佛菩萨的业力 是这个世界 生命 不住我 永远都在轮回 这个有情世间 轮回 气世间也在轮回 那个星球 沉住坏空 就是轮回 空是毁灭 那就是末日 沉就是又开始了 所以宇宙的这个星球 星系 它也是在轮回 它的时间长 我们的寿命短 我们见不到 但是现在科学 用许多仪器来探测 已经了解这个现象 所以既然这是自然现象 那就是正常 所以生 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死也没有什么恐惧的 那么在佛法里面教导我们 最重要的一段事情 一个有情众生 生生世世都在学习 所以凡夫成夫 要经过无量节 所谓三大神奇迹 那不是对我们说的 那是对法神菩萨说的 法神菩萨从破一品无名 正一份法神 这是大臣 原教 粗著菩萨 他从正的粗著 那一天算起 到正的究竟圆满的佛国 需要三大神奇迹 在这个 没有正的原粗著之前 不算 那种事情不算 要是加上前面的无量节 为什么前面的不算呢 前面进进退退 进的少退的多 大幅度的退转 到了粗著以上 可以说只有进 没有退 他那个退是什么 退是中止 不前进了 就叫做退 好像我们读书一样 留急 留急就是退了 所以那个三大神奇迹 的时间是确定的 深深深深深 不断在学习 学习 学习 与信德相应 就提升 与信德相违背 就往下堕落 就这么回事 儒家讲的 人常道德 你再仔细去观察 哪一个宗教 都没有离开 人常道德 人常道德里是最重要的 根本的根本 就是孝亲尊师 你看 今夜三福 头一句 孝养父母 奉仕四堂 我们要认真去做 要认真去学习 最近这几年来 我跟很多灵媚接触 不是我去找他们 是他们来找我 江老师 画这个地狱变相图 是成皇了 七千 这个图 画成功 江老师昨天告诉我 他在澳洲 做了一个梦 梦到地藏文物上 从澳洲回去 回到台湾 又梦到两次 这前后三次 最后一次 梦到地藏文物上 召集十殿阴王 许多贵王 城皇地藏 好像在开大会 好像是庆祝什么东西的大会 他打电话告诉我 我说他们在庆祝 你的地狱变相图的完成 那么 城皇也透露我一个消息 那是讲这个世间的劫难 这个劫难的因 他讲了八个字 不孝父母 不敬祖心 我想想 很有道理 现在不管是中国人 外国人 几个人 孝父母 敬祖心 就这个罪 就应该多阿比迪 有个同修 来问我 鬼神这些话能不能听 我就告诉他 你仔细去思维鬼神讲的是什么话 他讲的话 如理如法 我们可以听 讲的不如理不如法 就不能听 这个要有智慧 你要是没有智慧 你迷于鬼神的话 那你就被他玩弄了 你就错了 他说的东西 或清或离 有道理 这个里头没有明显 人要是不孝父母 不敬祖心 他什么样的坏事 都能做得出来 一个孝父母进祖心 不但是 言语造作 齐心动力 他都会想 如果我这个事情做得不如法 对不起父母 让祖心蒙羞 他就不敢做了 所以现在是 现在是没有这种教育了 我这样的年龄 在中国大陆 住在农村里面 小时候六七岁 还接受过 这样古老的这个教育 我接受期间 大概只有半年 以后就改成学校了 再就没有了 这正是把中国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几千年来 国家民族的根本 拔除掉了 所以这个灾难 无法避免了 因此 我们也不必是想着 到哪里去避难 哪个地方好 用不着休想 灾难来了 要想 我们怎样能够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 时间非常迫切 所以 求生净土的心 要恳切 要真正放得下 凡是念佛 不能往生的 都是放不下 只要有一桩事情 放不下 你就不能往生 所以要 样样都放得下 这个世界 没有可留念的 你看看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上的人 你愿意 跟他们在一起住 西方极乐世界 住上山人 聚会 上山 祖四大德 住节 住得很好 上山是指什么人 指等着菩萨 趁上山 我们为什么不跟佛菩萨 住在一起 对自己修学成就 那就快速了 所以这个世界 无论是 圣尽善缘 握尽逆缘 统统不放在心上 我们一心一意 求生净土 养自己 纯净 纯善的心 这就对了 纯净 纯善 念佛求生 净土 没有一个不放在心 古来祖师所说的 这个法门 万修万人去 关键 就是在真正放得下 一切都放得下 与一切人事无 不要再搞对立了 不要再有真挚了 你只要跟一切人事无 还有对立 还有矛盾 这个就是 障碍自己 往生 就是把自己 又拖下到 三国道去 别人不会受害 受害的是自己 这个道理要懂 四十真相要清楚 要明了 佛法的教学 就是教我们求 佛陀的教育 圣人的教育 乃至于 世界所有宗教 神圣的教育 都肯定 都肯定 人心 本善 我们中国人 教小朋友 三字经上 第一句 人之初 行本善 那是你的本性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本性 统统都是善良 都是至善 那么佛菩萨跟我们讲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所以佛菩萨 看一切众生 都是佛菩萨 不是说 未来佛 未来佛是讲给我们听的 华言原觉里面 佛所讲的 一切众生 本来成佛 不是讲未来 本来成佛 这话真 一点都不讲 我们在《论言经》 特别是看到 焦光大师的诸解 这么说 讲得清楚 一切众生 皆有佛性 佛性就是佛 佛性在哪里 六根门头 放光动地 身体有生灭 自信不生灭 身体有形象 自信没有形象 它不是物质 自信在哪里呢 便虚空便发解 那是真正自己 所以自信的本能 有见闻就知 见闻就知是本能 具足无量无边的 善得 所以 德跟能 都是自信 本来具足的 不是从外出来的 只是我们现在迷了自信 本能都在起作用 起作用的时候 不知道 用错了 用错了把自己的 万得万能 变成了无量无边的烦恼 变成了无量无边的业障 就这么回事 所以佛的教学 没有别的 让我们恢复信得而已 这是我们真正要懂的 佛给我们讲了 我们睁开眼睛 第一念 看得见 第一 这就是自信 叫见信 见信 见的是发信 但是怎么样 第二念就变了 第二念就把 见信 变成了隐时 把外面的信思 变成了隐时 所以 第一念 是唯一心所信 第二念 是唯一时所变 第一念 跟第二念当中的 距离 我们没法子计算 确确实是 一万分之一秒 速度太快了 所谓 祝佛如来 法身菩萨 他们跟我们不一样 他们就是保持第一念 永远是第一念 不会落在第二念 这就是法身菩萨 这就是祝佛如来 落在第二念里面 这就是反复 这就变成十八月了 我们不能不晓得这个道理 不能不知道 这个事实真相 然后再肯定 一切众生本来成佛 现在怎么样 佛眼睛看 现在是个迷惑颠倒的佛 虽然你会颠倒 你造业要受报 你在地狱要受无量无边的苦楚 但是你还是一尊佛 就跟你做窝梦一样 虽然你在做窝梦 苦不堪言 知道你一定会醒过来 所以佛眼睛看一切众生佛了 对一切众生尊敬 对一切众生尊敬 决定没有分别 没有知识 所以我们对一切人 一切四一切无 只要有分别 只要有执着 你就要晓得 迷得很严重 分一场非常严重 你造作的这个业的时候 那就让你堕落 你没有办法脱离六大轮回 那么怎样脱离六大轮回呢 你对于一切人事无 尽可能的不要去执着 不再执着了 果然于一切这个事出事件 一切人事无不执着了 你就超越六大轮回 六道就没有了 如果不分别呢 是法界就没有了 四圣法界 生文 云 觉 菩萨 是法界里面的佛 他们还有分别 他们没有执着 有执着 有丝毫执着 你决定出不了六道 那我们何必要执着呢 执着 别人不吃亏 自己快吃饭了 分别执着 都是自己吃亏 与别人 毫不相干 所以我学佛 实在讲的是 这个语言 语得好 我第一位老师 张家老师 那 学佛 跟出家人接触 这是第一个人 第一天 他就叫我 看破 放下 看破 放下 就是 一切祝福 修行正果的 秘语 放下 帮助看破 看破 帮助放下 放下 妄想 放下 分别 放下 制住 看破 是智慧 你智慧 自然就开了 你就通达 明了 与一切法 通达明了 是看破 所以它是 相辅相成的 看破 帮助放下 放下 帮助看破 从初发心 倒入来地 如果你不能够放下 你就没有办法 看破 换句话说 你智慧不开 你学这东西再度 研究这再度 佛法讲 视之变从 视之变从 是所知长 你放不下 是烦恼 你必定是 二让 障碍你 自信的 薄弱智慧 自信的 等 所以修行 修什么 最简单 最而要的 就是修放下 看破 不要修 放下 你自然就看破了 所以就是修个放下了 不断地要放 弥勒菩萨 这是布袋和尚 当年在世的时候 布袋和尚 出现在南宋 距离我们现在 大概八不多年 跟岳飞同时代 出现在浙江 凤华 这江总统的老江 这是个传奇的人物 没有人知道 他的名字 也没有人知道 他的家事 只看到这么胖胖和尚的时候 天天在外面花园 被一个大布袋 所以人家就叫他做布袋和尚 这个高僧传里面记载的也是布袋和尚 也是不晓得他的真正姓名家事 机关都不知道 曾经有人问他佛法 向他请教佛法是什么 他把布袋往地上一放 第二手就一摆 一句话也不说 人家看到 这放下 这放下 那放下以后怎么办呢 他把布袋背到之后就走了 离不离他们 他表的是什么意思 放得下 提得起 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 因无所住 二身其心 放下是因无所住 提起是二身其心 提起是什么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帮助一切苦难众生 自己心里头一丝毫的印象都不落 那就真的放下 所以放下主要一定要懂 不是放下死 是放下妄想分别之处 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为一切众生工作 你工作会很快乐 你工作不会辛苦 为什么呢 你已经确确实实 其如无我 无人 无众生 无受者的境界 你一天忙 二十四下时 你会累吗 我们会累 为什么 有我 我做了好多事情 我很辛苦 我累了 如果没有我呢 那个机器也没有我 一天二十四下时运作 运作几十年 他都他都不休息 那他无我嘛 无我就没有疲劳 就没有厌倦 不疲不厌 是真的 所以这一次 这个杨树芳老师 到这个过年前 到这个长春 去访问 伯国新龙寺的常会法寺 去看他 常会法寺 四年没睡觉 经济念佛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他在闭关 四年没睡觉 看到之后 无体投地告诉我 美国新龙寺 差不多有三四百人 在那边念佛 二十四小时 日夜不中断 但是他们是换班的 只有常会法寺一个人 他是二十四小时 不休息的 你要问 怎样才能做到这个境界 无我就做到了 有我就不行 他一天吃一餐 都不是一般人 能够相比的 他也是凡夫修成的 问题就是 真干了 真修我 我们讲修行 修什么呢 修烦恼 烦恼习气不断 小小不如意就发脾气 喝自己 意思的就生欢喜心 天天修什么 修其情无欲 这个就是佛法里常说的 轮回心造轮回业 也是修行 修六道 不是修菩萨道 修六道 修三土 齐心动念 言修造出 你看看 是法界 与哪一个法界相应 你将来就到哪个法界 就摆在我们面前 经不可以不读 读经 连鬼神 都提醒我们 要随稳若管 要能够 其如 经典的境界 这个念来有用处 念怎么样 把自己的观念 改过来了 一边 就是一边 训习 两边 就是两边 训习 为什么 改不过呢 训习的太少 不够 那真正有成就的呢 那个人我们细心去观察 无非是勇猛精进 他的训习不间断 所以训习就有了力量 像五根五力了 他有了力量 他这个力量能够代替烦恼吸气 就是这个力量超过烦恼吸气的力量 转过来了 我们今天烦恼吸气转不过来 我们训习的力量太薄弱了 敌不过烦恼吸气 所以不管用完 就是因为这么一种状况 所以修行才需要五两节 如果由境无退 一生肯定成就 花眼镜 善才同志 给我们做了榜恼 一生 正得究竟圆满的佛福 你看看他的参访 他在文殊菩萨会下 得根本志 什么叫根本志 要用我们尽忠的术语来说 身心世界一切方向 那就是根本志 在文殊菩萨会下 这一点他说到了 然后出去参访 你看他参访 吉祥云必修 他正得出租 原教出租 五十三餐 每一餐防疫未善之时 他的地位就提升 一个阶层 你看海云 二这个二柱 一直提升到 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 是第五十三餐 究竟国会 一生圆满成功 什么原因 随文入观 他学一部经 这部经受用 完全得到了 我们今天学 是学文字 里面的一离境界 与我们完全不相干 我们窥斥在这里 是不懂得学习 所以希望我们尽忠同学 应当很认真地 努力地学习 这一次 我们在岗山 我参加的这一组 是宗教教学 希望用宗教教学 来落实社会安定 世界好平 我在这里面 讲了一句话 凡夫 有一颗最严重错误的念头 就是 别人都是错误的 我是对的 只要有这个念头存在 这个社会 永远不会安定 世界永远不会和平 要怎样 要怎样真正落实到安定和平 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别人都是对的 我是错的 别人错了也是对的 我对了也是错的 你能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你就是观音菩萨 你到这个世界来 救苦救难 如果你还是说 我对 他不对 那我就是造罪业 我在这个世界制造麻烦 制造纠纷 那是会长 还是总干事的时候 他讲 他说 说我叙说我的话 他说这个话 虽然不容易做到 我还是要把它转给 转达给大家 所以 佛菩萨是现在世界 十几位人 没有自己 一切为众生 一切为正法救助 不肯牺牲自己 那么你就牺牲 九法界的众生 就这么料理 你就牺牲一切人 你能够牺牲自己 一个人 你就拯救了 九法界众生 你要想 这个 这个 急功累得 你就知道 自己应该 怎样做法 祝福如来 发生菩萨 没有一个不是 十几位人 找不到一个自私自利的神仙 包括世界上其他宗教的 这些创世人 你们仔细去观察 哪一个圣贤人 是自私自利的 哪一个圣贤人 起先动念 是为自己的 凡圣的差别 就在这一年 好 那我看今天晚上呢 我们就聚会就到此地 大家好好的访问的活动 江本胜 博士 他大概是 我给他算的是 应该有九年了 他能听 他能看 他懂的人的意思 人有善意 他这个结晶非常美 常常所说的 一切诸法 唯心所信 心有见闻觉知 心变现出来的物质 也有见闻觉知 不但人有见闻觉知 植物有见闻觉知 旷物也有见闻觉知 他同是一个自信变定 从他这个实验里就证明 一切万物都有见闻觉知 所以你有善意 整个宇宙都会变得善 你有无 大家都在争 都是在动 这个世界就变成阿非地狱 所以一切法 从心下身 他就给我们做了证明 这是用科学来证实的 佛经上讲的话 一点都不错 明天我们去参观 好 谢谢大家 阿非地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